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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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经的波勒法门 嫩言经的耳根元通法门 观无量寿经的净土法门 华华经的普门品的慈明法门 还有大悲陀罗尼经的陀罗尼法门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后面的四项 那观世音菩萨呢 牵手牵眼 那众生有需要呢 他就视现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要学习观音菩萨的慈悲 还有他的智慧 在五大法门当中 属于智慧的呢 就是心经的波勒法门 照见五蕴皆空 还有嫩言经的观音菩萨 耳根元通法门 那这个耳根元通法门呢 是在嫩言经里面提到的 那耳根元通法门的修正过程呢 它是破五蕴的假象 我们说要照见五蕴皆空 五蕴它不是一个死法 它是一个假法 所以我们要了知五蕴 它的因缘假合 而解开这个结 那解结呢 就是解开我们的烦恼 去除我们的烦恼 那我们的烦恼呢 有对五蕴的执着 五蕴的细分呢 就是舍运受运想行事的五蕴 对五蕴之为实有 那耳根元通法门呢 它其实 它是透过我们听闻外面的声音 那这个声音呢 是因缘合合而有 它无有自信 我们要去了知 生成 它是无有自信的 它是因缘合合而有的 那我们一般听到 赞叹你的声音 你就高兴 听到诽谤你 或是责备你的声音 你就难过 其实声音也是 因缘合合 无常无我 那 我们对 我们听到的声音呢 我们生起很多的烦恼 刚才提到了 沙佛寺界众生 耳根最立 我们听到种种的声音 我们没有把它 没有把它转成 修行的 它的一个资粮 而是 对外境呢 的这个声音 虚妄分别 产生烦恼 导致于我们轮回 所以观音菩萨呢 他修这个耳根圆通呢 他这边呢 大概有几个阶段 那第一个呢 出于文中 入流亡所 那我们文的时候 入流亡所 那个所呢 就是所观的深境 那在这边呢 修正呢 他有分四个阶段 这四个阶段呢 就是我们所观的 外境的那个声音 那个声音呢 我们要观 如果说以观空来讲 如果以这个 波罗法门 照见五蕴皆空 照见一切诸法必进空呢 第一个阶段是观 进空 进就是外境了 这些外境呢 他是因缘有必进空 那这个外境是什么呢 是声音 那我们在普贤菩萨呢 他在修识忍的时候 有一个音响忍 就是声音啦 那声音呢 我们对着三谷呢 说你好 他就从三谷那边 回音你好 你说不好 你不好 那那个三谷的声音 也会回应 你不好 其实声音是一个 因缘合合 你说好 不一定就是你好 你说不好 也不一定就是不好 别人说你好 你不一定就是好 别人说你不好 你也不一定是不好 声音只是一个 因缘合合 所以第一个呢 入流往所 这个声音 我们去观察 他是一个声音 所以呢 我们入流往所 往呢 往什么呢 所观的声音 那第二个呢 我们的文性 第二个是 我们也要往 也就是这两个呢 我们都不要去 直取的意思 那文呢 我们说 由文师修入三谋地 这个听文 我们如果在听文的 这个阴沉上面 所闻的声境 直取 产生烦恼 我们能闻的耳根 我们也直取 那能闻的耳根 所闻的声境 我们去直取 那就生烦恼 我们就导致已轮回 所以呢 他在这边呢 耳根源通法门呢 就是要让我们不直取 这个外面的声音 我们在面对外境呢 设身相畏触 这五个外境 主要两个呢 影响我们最大 一个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 第二个呢 就是耳朵听到的 我们常常听到 好的声音 我们就内心就贪着 听到不好的声音呢 我们就升起撑心 那这一些呢 我们要入流亡索 我们要观 所听的 这个外境的声音 的深层 亡索 进空 那不直取 不升取 烦恼 我们在听一切声音呢 我们不选择对象 不分别对象 由大至小 由远至尽呢 那我们不去直取 让这个声音来 自然而来 我们不去直取 好 所以呢 这个第一个是进空 第二个呢 是心空 我们的心 我们的耳根 去观察这个声音 这个心 这个根 也要空 第三个呢 我们的智慧 升起的这个能观的心 这个字也要空 那最后呢 第四个呢 我们观空的空 也要空 所以呢 它有四个层次 进空 心空 智空 空空 我们所观的深层 进是空的 能观的心 心原进 心空 那心呢 由智慧去观察 智也空 那我们观察的那个空 的空 我们也空去 空空 所以四个层次 进空 心空 智空 空空 那也可以说 这边提到的 王生成 这个是 进空 那第二个呢 王文姓 就是我们的那个眼 耳根 耳根 这个王文姓 静内根 王观智 智空 那我们能观空的 空智呢 也王 那这边提到的 嫩颜言经的耳根 圆通法门呢 他说出于文中 入流亡所 破色运 那个声音啊 声成是色法 还有我们的眼根 但眼根也是色法 所以呢 这两个出于文中 入流亡所 声音是动的 所入济即 入流亡所呢 所观的静呢 我们不要去直取 所入济即 我们让这些 所观的深静呢 不要影响到我们 动静不生 破色运 解静解 那这个是我们在听闻的时候 我们在听闻的时候呢 有这个 能观的心 跟所观的静 那这个是文会 文会呢 要亡言达理 我们要知道 这个佛法的真理 那达尔 滋味文 因为这里是耳根 圆通嘛 所以他的文呢 是耳文 那慢慢的知道说 我们不能直取外境 乃至于直取我们的内心 慢慢的如是见真 文所文静 破受运 他破五运的假象 色运是假象的 因缘合合而有 那如是见真 文所文静 破色运 那这个破色运呢 他是解根解 根解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眼根 去远取外境 我们不要去直取 那这一句呢 这一句呢 是在这里 刚才呢 是初所 初所入等 就是这个 这两句呢 入文姓流 就是我们不要直取深层 那二如是等 如是等呢 这里 刚才提到了 破受运 那入关自流 王文姓 那个能文的文姓呢 我们也要破除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根 我们的根的直取呢 我们也要去破除它 这个属于私会的阶段 那 剑刺的 好 我们不直取 这个 外境 还有我们远取 外境的根 产生 第一个 外境 净空 好 外境不直取 净空 第二个呢 我们的 能观的心 是 心空 那 静闻不住 绝所绝空 那 这个是第三个 静闻等 入地里流 王冠字 就是 我们的心 去圆外境 外境空 我们圆 外境的心也空 这个心 是由智慧 去圆取的 这个字也空 智空 那 第四个呢 是空绝字 就是 空绝即远 空所空灭 这是 这句呢 是破 刚才那一句 是破响运 这一句呢 空绝即远 空所空灭 是破行运 这解空解 那 我们说 这一句呢 它的内容呢 在这里 三 静闻等 因为它修正 分四个部分 静闻 这个静闻 绝空 入地流 王冠字 王冠字之后呢 这个空绝即远 空所空灭 这个是 这个 是空绝者 入从空流 也就是 王 那个空 那个 智空 那智空的空 也要空去 它就空空 所以呢 它有四个层次 静空 星空 智空 还有空空 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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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空的那个空 也要怎么样 空去 空空 所以呢 见即 见真 不住 即远 王生成 境内 境内根 我们的根 圆成 那我们的智呢 产生 圆根的 这样的一个智慧 也要空去 那空意怎么样 附空 空空 所以呢 它这边 配合 这个 文师修的三会 文会 师会 修会 从文师修 入三摩地 从文师修 入三摩地的文呢 是 六根的哪一个文 耳文 我们耳文 外面的声音 第一个让外境的 声音的 晋空 第二个呢 我们的耳根 的根呢 心也空 那心产生的智呢 智也空 那智空的空呢 那个空 空意复空 好 所以呢 从文师修入三摩地呢 文会 王眼达理 他还有一个 这个 所文的道理存在 那师会呢 言理俱王 就是语言文字 还有那个道理呢 俱王 那修会呢 就 静置其名 静置其名呢 就是 我们所观的静 我们不止取 那能观的那个耳根 我们也不止取 还有什么呢 所观尽 能观至 我们都 灭除了 那这是修 修是跟定相应 那 最后呢 生灭 极灭 极灭 现前 破诗运 解灭 结 就伤惠俱王 那没有能锁 去入诸法的实相 那这是耳根的 圆通法门 那我们一般 我们听取 外界的声音 我们常常 会在外界的声音 当中去直取 我们如果不直取 外在的声音 我们的烦恼呢 可能会减少很多 我曾听一个长老说 他说年纪越大呢 你的耳朵要越来越轻 还是越来越重 你要越来越重 越来越重听 那个重听是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老法师呢 有很多徒弟 那徒弟跟徒弟之间呢 有很多的争吵 那这些争吵呢 都是 芝麻绿豆的小事 那很多人就来 跟老法师告状 那他听一听 他就说 你刚才讲什么 是这样吗 他的耳朵变得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重 人家以为说 老法师怎么样 年纪大了 那个耳朵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差了 不是他耳根圆通 他怎么样 入流亡索 听到的 王 这个外境的 这个声称 声音就让他只是声音 我们不要去直取他 因为直取他 我们就生起什么呢 我们就生起烦恼 好 这是耳根圆通法门 所以以后呢 你如果听到很多是非 你的耳朵要轻一点 还是重一点 重一点 你说什么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他讲一遍之后呢 你就说我听不太清楚 你可不可以再讲一遍 他讲了三遍之后 他就说 哎呦 我不跟你讲了 好 不过这个耳根圆通法门 他其实 他是有层次的 王生成 不直取生成 王文姓的 那个内根 他的内根 不直取的 内根 一根 相应之后呢 六根都不直取 好 王 这个生成 王文姓 王关治 然后呢 这个空义附空 连这个关空呢 他也 这个 去除 那接下来 我们再介绍 第三个 观音法门 叫慈明法门 慈明法门呢 是在 华华经的 普门品里面提到的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 称念 观音菩萨的名号 我们有苦 有难 那称念 观音菩萨的名号 观音菩萨就怎么样呢 寻生就苦 那寻生就苦呢 广义的说呢 他是 慈能语乐 悲能拔苦 他有 语乐 跟拔苦 这样的 两个功能 那我们说 悲能拔苦呢 他拔的苦呢 有免戚难 跟灭三毒 那我们有灾难的时候 只要 称念 观音菩萨的名号 观音菩萨呢 就会 寻生就苦 寻生就苦 所以 我们有难 我们如果有苦难的时候 要不要求救 要跟谁求救 要 要发出 那个 SOS 那观音菩萨 他就会 那个卫星定位 寻生怎么样 救苦 哪里有苦 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他就来救苦了 比如说 他这边提到的天灾 火难 水难 黑风难 这个就火灾了 水灾 还有风灾 假使黑风 你在海上 喷到那个 船难 那你就称念什么呢 观音菩萨 还有 这个风难 你既然问了这个风难 我就讲一个 讲一个故事 就是有一个农人 他很贫穷 然后呢 他种了很多的盗骨 那 因为 小孩子很小 他种了这些盗骨呢 就是 他的生活费用 还有给小孩子 注册的费用 就是 下年度 他需要 从这些盗骨当中 收成 结果呢 在台湾 台风很多嘛 结果呢 台风就来了 而且是强烈台风 那他就想说 他非常难过 他想说 哇 台风来 而且又经过 这个他种盗骨的地方 怎么办 我要是这些盗骨呢 被台风全部都打掉的话 那我下年度就 很难生活 小孩子的注册费 也没有了 他告诉我 他就怎么样 他就求官司音菩萨 好 那这是他说的啦 他跟我讲的 那他就说 很奇怪 那个台风来 因为 我们在台湾种盗骨 都是 大家一起种 一整片都是盗骨 他说那个台风 会转弯 进来的时候呢 就把周边 四边的 全部都吹倒了 只有他那一 只有他那一 他的盗骨呢 没有被吹到 好 他说 我自诚恳切的 祈求官司音菩萨 好 那其实呢 我听过很多 这样的例子了 包括 有一个居士说 他说 有一次呢 他的工厂火灾 那火灾的时候呢 火就开始烧起来 而且他里面都是益燃物啊 堆了很多纸箱 那 这个消防车还没来 他就 他就自诚恳切的 念这个 官司音菩萨的圣号 结果很奇怪 他找 那个纸箱应该会 烧得很快 奇怪好像 那个纸箱有泡到水 烧不太起来 好 结果呢 这个消防队来了 消防队来了之后呢 就把他扑灭了 消防队还说 你这个火很小啊 你自己扑灭就好了 好 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感应的事迹 这个刚才提到说 我跟观音菩萨呢 也很有缘 刚才提到说 我出家是在美国观音禅室 我的道场呢 是在桃源的观音 我的道场里面 有供奉了两尊观音 像外面一尊 我的图书馆供奉的也是观音菩萨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 我没有说到 就是我的 我出家的时候呢 是在观音菩萨的 成道日出家的 那观音菩萨的纪念字有三个 第一个是他的诞辰纪念 九月十九 那他的出家纪念日是二月十九 成道纪念日是六月十九 这个是隆历 都是隆历 那他这个说法呢 他是相传跟有一个妙善公主 他的生平有关的 好 那所以呢 这边提到了 持明法门 你只要持观音菩萨的名号 他就能够把你的苦 免七难 你有火难 水难 黑风难的时候呢 其实你就可以祈求观音菩萨 还有人祸 人祸呢 就是刀杖难 还有这个罗刹难 鬼难 鬼难 你们会不会有鬼难 还有家祸难 就被这个囚禁起来 冤贼难 那个罗刹难就是 有时候我们 那个 如果黑夜的时候 我们走在 这个夜路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恐惧 恐惧的时候最好念什么呢 念观音菩萨 因为你走夜路的时候 一定心中有 心中有菩萨就不会有鬼了 所以呢 你就 那个 走夜路的时候就 害怕的时候 你就念个什么 念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心中就不会有鬼 好 这小时候呢 有一次呢 中秋节 国中的时候 跟我们有一个同学 去海边 那海边回来的时候呢 就经过魂牧 那魂牧呢 刚才提到说 你如果害怕的话 你就念什么 观音菩萨 结果我那个同学 不是念观音菩萨 他是念什么呢 通宝们起来 那这时候呢 你要综合一下 你就念什么 观音菩萨 那内心就可以得到平静 那这个夹蟹难也是一样 有些人说 就是他被关在牢里 这个就是 那个加蟹难 有人就说 我被关在牢里的时候 我也念观音菩萨 没有被放出来 观音菩萨 念他真的有效吗 其实他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有形的 一个是无形的 你的人虽然被囚禁在监狱里面 其实你的心 如果没有被囚禁 其实你的心也是什么呢 也是自由的 好 所以呢 我们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 其实呢 有时候 我们为什么说 能得到感应 不一定那件事情得到解决 而是你的心得到什么呢 你的心得到自由与自在 好 这样也是免难 那这个难呢 是处于苦 所以观音菩萨他能够拔苦 那还有呢 我们讲到说 他的拔苦呢 他可以灭三毒 就是灭贪称痴 在普文品里面 他提到说 贪重的要称念观思音菩萨 淫欲心重的要称念观思音菩萨 这非常有效 有一些人他淫欲心很重 尤其这个修行者 这个淫欲 他会产生障碍 称念观思音菩萨的名号呢 这个效果非常的殊胜 所以呢 他可以灭贪 可以灭称 可以灭吃 为什么可以灭称呢 我们想想观音菩萨的慈悲 寻生救苦 其实我们的那个悲心 就自然而然怎么样 受他影响 所以他可以灭贪 可以灭称 还可以灭什么呢 灭吃 灭吃呢 那就是刚才提到的 般若法门 还有耳根元通法门 当然都可以灭吃 还有呢 称念观思音菩萨的名号 慈能与乐 与乐呢 这边提到的 他总共有四项 免欺难灭三毒 还有能应恶求 就是有一些夫妻呢 他这个结婚之后 没有小孩 那求男可以得男 求女可以得女 那第四个呢 是能得多福 我们说 称念观音菩萨的名号 为什么可以得到福呢 我们说观音菩萨呢 是过去正法名如来 他是过去佛 倒架此行 有此一说 那我们说念佛一句 福真无量 念佛一句 能得多福 念佛一句 福真无量 礼佛一败 罪灭何杀 那在 观音法门的 修福当中 你要得到福呢 其实 有几种方式 比如说 我们要学习 观音菩萨的慈悲 利他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礼拜 供养 观音菩萨 我们在礼拜 他的时候 表示我们想跟他学习 跟他学习什么呢 大慈 大悲 那我们可以观念 这个观音菩萨的圣像 而且可以红通 观音菩萨的经典 我们可以照相 灌照那个观音菩萨的相 那也有人呢 朝拜圣地 观音菩萨的圣地在哪里 如果中国的话 在哪里 浙江的 普陀山 好 所以 这个慈悲法门呢 称令观音菩萨的名号 他能 这个娱乐 他能够拔苦 好 这个简单的说 是两样 好 那两样可以变成 四样 广说 免欺难灭三毒 能求恶应 能得多福 这个是第三个慈悯法门 第四个呢 我们看观音菩萨的净土法门 我们说 观音菩萨呢 是西方三圣之一 西方三圣是阿弥陀佛 观音菩萨跟大四字菩萨 那 在净土法门的说明当中呢 我们说往生极乐净土 有九品 九品往生 从上品中品下品各分三品 那 月上品的 从上品上生到中品中生呢 阿弥陀佛观音菩萨 还有大四字菩萨呢 分子金刚台紫金台金莲花 来接引 这个想往生的众生 那这个是品位比较高一点 那品位比较低一点 中品中生到下品下生呢 就会有观音菩萨 大四字菩萨 为 这个 往生者呢 说法 他既能够往生极乐世界 差别呢 这是三尊来接引 这是两尊来接引 比较特别的是 有说在观音菩萨的相关的经典 里面有提到 他说 若人意念观音 就是你意念观思音菩萨 灵命 宗使呢 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无需接引 好 这个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那这个净土法门呢 也是很多人修学 那我们可以称念 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 也可以称念观音菩萨的圣号 都是可以的 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是 陀罗尼法门 陀罗尼法门呢 就是这个持咒 也就是真言 那在这个 陀罗尼的法门当中 我们说陀罗尼的法门呢 也叫做 种持法门 也就是诸佛菩萨呢 他的修行的福德功德呢 种持在这个咒语当中 他也叫做 真言 那有关观思音菩萨 陀罗尼法门的经咒仪轨 非常非常的多 那尤其在密教当中 有非常多的这个 陀罗尼法门 那我自己个人 曾经修过的是 大悲众 那因为刚才提到说 因为 我出家呢 障碍很多 那就有法师呢 指点说那你可以 持宠观音菩萨的名号 还可以送大悲众 那当时呢 我一天呢就 送四十九遍 就每天就是一个定课 那一开始心比较杂乱 那渐渐渐渐的呢 有一次是状况最好 就是在送大悲众 因为一遍 两遍 三遍 十遍 送了很多遍之后呢 内心非常的寂静 好 那因为持宙呢 他这个是真言 有无量功德在里面 那 内心呢 非常的感动 所以呢 也对佛法升起 很大的信心 那后来呢 也发愿 要 这个跟观音菩萨一样 这个 去利益众生 所以这个陀罗尼法门呢 他非常的殊胜 他这边提到说 献身可以得到十种利益 可以得十五种善身 可以不受十五种恶食 那 可以得诸功德 你看 善身 不受恶食 献身得利 那我们看 他可以得到 什么样的一个功德呢 在我们的 课本的二九一页 在二九一页呢 他这边提到 有十二种功德 如果我们 持宋 持宋大悲咒呢 他说 是佛身杖 诸佛 所爱惜 是光明杖 一切如来光明照顾 是慈悲杖 那 横以陀罗尼救度终生 后面有很多 我大概念一下就好了 是禅定杖 是虚空杖 是无畏杖 是庙语杖 是常住杖 是解脱杖 是要亡杖 是神通杖 有种种的功德 那他也可以得到 现身可以得到 十种利益 这十种利益呢 能得安乐 那除病 如果有病的 也可以去除你的疾病 那比如说 我们说 在送大悲咒呢 送一送 就把那个大悲咒 可以把它合下去 那还有 延年益寿 常得富饶 灭一切 恶业重罪 永离 障难 我们有烦恼障 业障 暴障 可以增长 一切善法的功德 我们可以远离 一切诸部位 的确 你在 那个 送大悲咒的时候 你可以远离 很多的恐怖 成就一切善根 那灵命终始呢 任何国土呢 能够随愿的往生 献身 就可以得到献法乐 那得十五种善生 十五种善生 十五种善生呢 他说所生之处 常逢善亡 有时候我们碰到什么呢 碰到恶王 恶王比如说像谁是恶王 那个秦始王 他也算恶王 常生善果 常直好时 常逢善有 常逢善有 我们常常会常逢什么 恶有 恶有在哪里 恶有就在你的旁边 生根常得俱足 道心存手 这个道心存手呢 我们送这个 陀螺礼呢 也会增长我们的道心 这道心会越来越强 不犯境界 所有的眷属和顺 然后我们的财物 封足 恒得他人恭敬赴此 财宝呢 无他解夺 就是你的财物不会被人家抢走 有一些人呢 这个一个月被抢三次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 有 有一些人很奇怪 有一些人他福报很大 他的那个钱包 丢在很多地方 很奇怪 他都不会被 他都不会被 被人家拿走 回去 一两个小时回去 还在 那有一些人 只有少许的财物 藏到 藏到那个 那个 床底下的 那个 柜子 里面 也被怎么样 也被偷走 没有福报的就是这样 还有第十二呢 所求撑税 所求呢 比如说刚才提到说 我们想要出家修道 还有 龙天父法呢 他会父位 所生之处呢 见佛闻法 所闻正法呢 悟胜生意 听到佛法呢 我们能够体悟到他的生意 因为我们送那个 观音的圣号 或是 持这个大悲咒的时候 持这个咒语的时候 我们心呢 我们心会散乱 还是内心呢 得到安定呢 我们内心会得到安定 安定的话 我们就容易体悟 圣生的法义 那不受食物种饿食 不被饥饿 饥饿 困食 那这边有很多 那 比如说 不畏水火 水灾啊 火灾而死 不会中毒药而死 不会狂乱 思恋而死 那不会从山矮 坠落而死 有没有人 那个从山矮那边 掉下去 也有 我们看到那个影片 在那边自拍 有没有 拍一拍就掉到那个 山矮下面去了 那 还有 第十四项呢 不畏恶病 缠身而死 也就是说 你的 面对死亡的时候呢 这一些呢 都不会有 那这个陀罗米法门呢 他 除了得十五种善生 不受十五种饿死 在经论里面呢 他提到很多的殊胜 比如说 他说 我们世间 有八万四千种病 息皆自知 那如果呢 我们在三野当中 打坐 那如果有三金鬼魅 来扰乱 你被他送一遍 这个咒语 那这些 三金鬼魅呢 他就被戏服了 那另外我们在送这个陀罗米的时候 龙天赴法呢 也会赴持 那这个大悲咒 这个陀罗米 这个法门呢 我们在 在早晚课呢 我们也每天呢 都要送这个大悲咒 还有几乎所有的法会 也会送这个咒语 所以这个法门呢 非常简单 那你只要有少许的时间 你都可以去修持 好 今天呢 观音菩萨的 观音法门 主要的 就是这边的五大法门 心经的波罗法门 嫩言经的 耳根元通法门 还有净土法门 慈民法门 还有陀罗米法门 那观音法门 它包含了慈悲与智慧 内容其实还有非常的多 今天我们惊要的 跟大家介绍 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 我们回向 大家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补及于一切 补及于一切 众生于我等 众生于我等 皆共称佛道 皆共称佛道 我非常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仍然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 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 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 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5点到6点 丽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 062716612 062716616或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询习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量体温 佛教慈悲之夜基金会 南投分会 成征义工 恰询电话 0492315999 0492315999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镇兴街70号 即时悔悟的军官 在宁国初年 各地的军阀相互混战 俗话说 乱世出英雄 因此有很多 能征善战的士兵 因为立下战功 而升官加绝 阿布就是其中一位 听说大帅 又提拔了我们的长官 他这么年轻 就当上了营长 真是了不起啊 你是说我们的长官阿布啊 他打仗是不要命 他的官职可都是拿命拼来的 怎么 你对他很熟悉吗 当然啦 我可是和他一起当过兵 每次打仗的时候 他总是冲在最前面 打死的敌人也是最多的 所以才会一步一步地 做到现在这个职务 哦 原来如此啊 屡历战功的阿布 官越做越大 赢得了很多人的羡慕 但他的母亲却很不高兴 因为他母亲是位虔诚的学佛人 你今天怎么有空回来呢 妈 过几天我又要带兵打仗了 这些天没事就回来陪陪你 打仗 打仗 天天打仗 你要知道打仗是会死人的 妈 你放心好了 我不会有事的 现在我已经不需要亲自上战场了 虽然你没有事 但每次打仗总会有很多人死掉的 这是杀生啊 阿布 能不去吗 不去可不行 大帅刚刚给我升了官 我怎么能不去呢 唉 你的职位越高 智慧的权力也越大 死伤的人也就越多 虽然那些死去士兵的性命 不是你直接夺走的 但却和你有着莫大的关系 阿布 杀野积攒太多 是要遭报应的 我不求什么荣华富贵 别再带兵打仗了 好吗 妈 战争原本就是残酷的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身处现在这个乱世 当兵打仗都是身不由己 上天是不会怪罪的 你这样想那是大错特错 阿布 你是个军人 那宋朝的两员大将 曹兵和曹汉 你应该知道吧 当然知道 妈 你整日里烧香拜佛 怎么会知道宋朝这两位将领呢 不用管我如何知道 那他们两人的事迹你知道吗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那好 那今天我就跟你说说 曹兵和曹汉这两位将军的故事 曹兵是宋朝的一位开国大将 帮助宋太祖平定天下 立下一番汉马功劳 有一天曹兵遇见了 善于相术的高士陈锡仪先生 曹将军 你的边城古龙起 印堂宽阔木长光弦 对定早年富贵 所记的是 一些口锤没有挽服 凡出兵作战 离开一面之网 或可培植一些挽服 好的 先生的话我记住了 后来曹兵带兵攻暑 历经很长时间 攻占了穗宁这个地方 曹将军 为了攻下穗宁 我们牺牲了那么多士兵 如今城市已破 我们得给穗宁人颜色看看 没错 我们应该把穗宁城内 投降的士兵全部杀死 只杀士兵太便宜他们了 当初守城的时候 城里的百姓 一直支持着守军 所以才给我们 制造了那么大的麻烦 所以我认为应该屠城 杀他们个片甲不留 没错 我们应该进行屠城 不行 你们给我听好了 马上传我命令 不但禁止屠城 还要妥善对待战俘 以及城里的百姓 啊 遵命 后来曹冰奉命 征伐江南 因不忍生灵涂炭 他便假装生病 不肯就职 曹将军 我们明天就要出征江南了 你就等着我们凯旋 归来的好消息吧 是啊 曹将军 希望你的病 能早日好起来 等我们凯旋归来的时候 再和你一起 喝庆功酒 是啊 曹将军 这些日子 你一定要好好吃药 调养身体 让病赶快好起来啊 我的病 绝不是吃药能够痊愈的 啊 曹将军 那应该怎么样才行呢 如果我们能帮上忙的话 一定在所不惜 只要你们个人 诚心诚意地自己发誓 攻克江南之日 绝不忘杀一人 那么我的疾病就可痊愈了 重部将听了曹军的话 便对天焚香为室 攻克江南之日 相界不许妄杀一人 曹军的这一举动 又保全了千千万万的人命 后来曹军 再一次见到了陈希仪 啊 曹将军 几年前我看你的相 一削口锤 那时我认定你没有挽服 可是现在你的相已改变 口角一封 金光俱要于面目须美 必能增露严寿 后福无量 金光 怎样叫做金光呢 金光就是德光 其色如紫光黄亮 人若因德有感 面现金光 眉现彩光 目现神光 齐其外名而内彻 不读增寿 当因子孙远福 感谢当年 先生的忠告之言 才有今日远栽赔福之德 后来果然不出陈希仪的预言 曹军晚年很有福气 最后想高寿儿族 并被追封济阳郡王 他共有九个儿子 长子四子和三子 都是一代名将 其余的儿子也都追封王爵 资子孙孙 长胜无比 那曹汉呢 曹汉他带兵打仗时 经常纵兵图成 肆意杀戮 掠夺民间财宝许多 杀害普通百姓无数 结果他后来被消去官爵 流放灯舟 曹汉死后 他的子孙大多沦为乞丐 由此可见闪恶报应 昭然不爽啊 妈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打完这一仗 我再回来看你 唉 营长 你今天和老太太聊了好长时间啊 是不是老太太她又不让你上战场了 是啊 老太太希望我不要再打仗了 营长 你百战百胜 老太太应该放心才对 老太太并不只是担心我出意外 而是打仗可能误杀 造下杀生罪业 我参与进来是要遭报应的 今天他还给我讲了曹兵和曹汉的事迹 曹汉 莫非就是宋朝那个屠城将军曹汉 是啊 怎么 你也知道这个人 当然了 在我们苏州流传着一个故事 那就是曹汉屠城 世事为主 平朝有一位苏州人叫刘姬元 他为人慈悲 有一次他乘船回乡的时候 做了一个怪梦 刘善人 刘善人 你是谁 我是宋朝的将军曹汉 前世是唐代的一位商人 因为一心信佛经常放生 击下善音 后世做过几时官吏 到了宋朝又当了将军 就是曹汉 不过 自从当了将军后 便经常在破城之后屠城 种下了严肿杀业 只能世事 剁笼为猪 现在 你听传的地方 有个土场 第一只受宰杀的猪 那就是我 因此 哀求你发发慈悲 救救我的命 真是好奇怪的梦啊 老爷 你醒了 我刚才做了个怪梦 什么声音啊 哦 那是猪叫的声音 在这岸边有个杀猪的屠宰场 每天清晨都会在那里杀猪 难道是真的 说着 他急忙跑出了船舱 老爷 你要去哪里啊 我要去救命 叫什么叫 再叫 我现在就捅死你 刻骨的猪 吵死了 助手 助手 最终 刘夕园花钱将这头猪买了下来 并带回苏州 送到放生园中放生 曹汉 你现在安全了 那头猪听后 抬头看着刘夕园 然后竟然一下子 朝着他跪了下来 后来 不论什么人 只要朝他喊一声曹汉 那只猪就会昂首摇尾的回应 据说当时苏州 有非常多的人 都曾亲眼目睹这件事 这 这事不会是真的吧 谁知道呢 不过 在我们家乡 大家都相信 这是真实的一件事情 嗯 自从听了曹冰和曹汉的故事后 阿布在带兵争战时 便心有顾虑 而且每次看到战场上的尸体时 心里也感到隐隐作痛 营长 你今天叫我来 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是啊 过几天大帅准备派我们出战 可是 这段时间我发现 自己越来越没办法打仗了 营长 其实这段时间 我也察觉到你的变化了 过去你打仗时 就像一只猛虎 而现在呢 你总是畏首畏尾 有时候见到牺牲的士兵 还会流露出惊慌的神色 没错 我已经变得不像一名军人了 所以我准备向大帅推荐你 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 那你呢 我准备带着我的母亲回乡下老家 自从我当兵以后 我的母亲每天都在为我担心 天天念佛诵经 希望菩萨 能够原谅我造下误杀的罪意 以前我不信什么报应 但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 我开始有点相信这些东西了 就这样 阿布带着母亲回到了乡下老家 而她的位置则由王副官接替 随着几次圣仗屡历战功 王副官被升为了师长 如果阿布还留在这里的话 那师长这个位置就是他的 是啊 他怎么突然就离开部队了呢 真是太可惜了 人各有志 好了 赶快把武器整理好 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 这一次可是场硬仗 希望我们都能平安回来 然而 这次他们却遭遇惨败 士兵死伤无数 王副官也被一枚炮弹击中 炸得尸骨全无 如果我没有及时退出的话 那这次死的便会是我吗 说着她放下手中的报纸来到里面 屋内供奉着菩萨 母亲正在那里虔诚地拜佛 阿布走到母亲身旁 然后也朝菩萨满怀虔诚 礼拜者 旧旧流浪